嗨 是不是完美了 小时候蛋糕是不是就近 大家好 这里张雨菲不是 据说好历来出了一个复古小蛋糕 但是非常难买到 所以要起一个大早 才有机会买得到 现在是早上的 对不起 现在是下午的5点40分 我就是说起了个大早 我准备去碰碰运气 看看说今天有没有机会能买到 除了买这个复古小蛋糕以外呢 还准备买一些其他的 没有吃过的蛋糕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 简简单单的吃一点 好吧 开冲 那个小花蛋糕还有吗 对我那两款的 就这样做了 你看你还可以 你们说要哪个 要这个的吧 这便宜一点30块的 哇 这看得不错 还有 还有 哪里啊 哪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帮我拿一个 哪个 这个这个这个 拿这个 这个好有意思 这个 这个是啥 这个 这个草莓果料的草莓丘莓果 帮我拿一个这个 算一 这帮我拿一个可以吗 算黄油蒜香乳酪 拿个这个吧 玫瑰淘气包 这肯定要拿一个这个你看玉泥卷 国王开明的半熟芝士 你去搞一个 这个感觉看得很好吃 这个都是胡桃的芝士 这可以啊 这个一种可以吃好几个口 其实还有蛮多的 但今天是早适店吧 我们拿点上次没有吃过的 我刚买好了 我找了一家咖啡店 坐下来 家咖啡店付款还蛮好的 你们发现没有 我捡了新化身 我觉得之前你发自给我弄的 我就不是特别好看 我现在自己弄的粉 稍微好看一点 我就蛮干净清爽的 你们觉不觉得 180斤的头 我一开始觉得很丑的 但我今天发现 视频里粉还好 对吧 就是蛮干净清爽的 对吧 符合我的要求 给你看一下我总会买多少 我给总买了两大袋 你们猜了多少钱 这两个加起来总共是271块钱 希望给我回报写 谢谢大家 我给你看一下总共有哪些东西 全部拿出来哦 复古小蛋糕 无种口味的30周年半熟芝士 芋泥雪被 多肉葡萄味的雪蓉芝士 国王排名的半熟芝士 黄油蒜香乳酪包 玫瑰淘气包 黄金卤肉蛋糕 香肠虎纹包 今天又是打胰岛素的一天 第一位当然是先吃我们的复古小蛋糕 它是差点意思的 差哪里 差儿子没拿出来 不是不是不是 耶 是不是完美了 小时候蛋糕是不是就这样 这是把一个伞插进去 全网第一个最完整的复古小蛋糕 这都花你先吃 不正宗 我们儿子吃的都是植物奶油 它这个是动物奶油 一吃就能吃得出来 你能感受到那种动物的油脂的感觉 这个反而奶油很多 高提特别少 小时候我们吃的应该是高提特别多 但奶油特别少 除了口感和奶油的味道不太接近 但其他我觉得还是蛮接近的 尽管说这个视频可能发的时间不是你生日那天 但是你看到我祝你生日快乐 这份祝福依然有效 好吧 要是我儿时这个蛋糕是这个味道 我感觉我儿时就应该就会变成一个小胖子 长大后就变成一个大胖子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哎呦好难抉择 你们说先吃什么 第二个我想牵吃这个 芋泥雪贝 特代表我们老灰酒 好吧 它是这样一个 就是它很姐妹的地方 中间是非常厚实的芋泥 然后旁边是两块蛋糕夹在中边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芋泥的人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最爱 这口角还仿佛吃了一口奶粉的感觉 你的嘴唇表面里面都是奶粉 它这个芋泥非常厚实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不甜 芋泥的香味它在蛋糕里非常突出 你看 吃完球上还是奶粉 我觉得这个会是你们喜欢的味道 不仅芋泥香味非常醇厚 同时这个面包的口感非常软 这个还好好好漂亮 我个人认为好历来的甜品 第一注重的肯定是外观精致 第二注重的才是味道美味 这应该叫做草莓芝士包 它像一颗爱心一样是不是 这边是什么东西啊 奶油吗 哦 这是玫瑰淘气包 对不起搞错了 白桃心一是最爱 它这个桃子又生又甜 它这个白桃的酸味恰到好处啊 而且是能吃到那种大颗大颗的白桃果肉的 唯一觉得就是吃完手上全是粉 好吃的 这么大块感觉像是玉泥一样 你看 玫瑰奶油 我是怎么有一股非常浓烈的玫瑰味 嗯 别办了别办了 让明天早饭吃 你们不会以为我把这些蛋糕全吃完吗 还点了一杯 Dirty 因为我喝咖啡我只能喝Dirty 嗯 得解腻 就是你口腔的那股甜意 直接被冲刷到没有了 然后吃下这个吧 半熟知识 它总共有五种口味 你们最想吃哪一种 我觉得这个利浦玉泥肯定牛好吃 这个薄茶 这个红绝薄茶 薄绝红茶 肯定好吃 现在跟你们说 小公鸡点倒水我就吃谁 好 不行我还是想先吃这个 我觉得来自家店 他们家这个利浦玉泥蛋糕牛好吃 但是我就不说了啊 把它的外皮撕掉 闻得就像一个普通的半熟知识一样 非常的软哦 软嫩 轻轻一层把它外皮撕下 尝一味道 我懂了 它就是把夹心注入到普通的半熟知识里面 我感觉我现在仿佛置身于一半是 知识的海洋 一半是芋头的海洋 仿佛就在中间左右徘徊 你知道吗 就在一个中间由来由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个人觉得这个半熟知识有点过甜了 但是好吃还是好吃 因为它的口感非常非常的软 比你夏天盖的那条蚕丝背还要软 再来吃一个这个伯爵红茶味 这东西得用巧劲我听说 你看巧劲 它们其实外形是差不多的 只是里面内心不一样而已 嗯 嗯 嗯 出面上来一股非常浓郁的红茶香味 仿佛给你吃了一个红茶味的巴掌一样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柠檬味是很深 反而不只是淡淡的红茶 有点像柠檬红茶的感觉 这味道是我喜欢的味道 嗯我喜欢红茶味和柠檬味 因为它总共有五个嘛 我就不纯吃完了 你们还想看哪一个 我相信你们肯定应该想看中间那个吧 我觉得上次替你们做决定了 我觉得你们会喜欢这个 试着打开一 它居然是红色的 我以为它会是白色或者粉色 一股淡淡的乌龙白桃茶的味道 因为它乌龙白桃的味道 并没有过于浓厚 所以说感觉绝大多数的味道 都是被半熟知识给抢去了 高情商的一点说法就是 它乌龙蜜桃的味道有点像伪调 还有这个 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这个虎蚊包 因为今年是本命年嘛 所以我想吃下这个面包 看它挺开的 像一只老虎一样 咬了半天居然没有咬到香肠 它里面是一根香肠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特别喜欢吃这种带香肠的面包 有些面包和香肠是真的牛好吃 嗯 它一咬开 它里面这种香肠的味道散发出来 哇 这种直冲鼻子 我感觉那个香味都从我耳鸿里出来了 你闻到了吗 你看 它不只是看着好吃而已 它吃起来也好吃 就吃饭了 我们吃点这个国王排名的芝士吧 它叫做国王芝士 这个动漫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现在说我觉得最后面有点烂尾 但是开头还是很好看 尤其就是画风 这种童话的画风 我个人很喜欢 包括你们看 一直没跟你们说 我的守护神是卡克 这个是我朋友亲手给我做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它是打开是 里面就有一张国王芝士 没有开文字呢 好像里面是这样的 波及 它其实有点厚实 它的外皮摸起来的质感 反而有点像丝康一样 就是会有点偏硬 它就像一块黄油包裹在最里面一样 但它外面的感觉有点像被油脂浸软以后的取习饼干的味道 口感有点相似 它这个饼底是坚果的 所以说你吃的时候是能吃到一点坚果的口感的 很厚实了 饱腹感要比那个强多了 这是好吃的 我看这多少钱一个 这个卖三十九 这个我就卖十块钱一个 我就还行 真的 这个还有联名 一般来说联名 约等于昂贵 本来想吃这个黄油蒜香乳捞包 这应该是咸的 今天吃的都是甜的 这是我特地买了个咸的 想综合一下口味 非常浓的一股 就是那个蒜香 黄油法棍的味道 它中间都是满满的乳捞酱 我们一人一半感情不散 可以吗 减肥不吃 哎呀 没事的 减什么肥呀 你不吃饱 你哪有力气减肥呀 你说是不是 所以就先把这个吃了吧 好吧 如果说以后你的家人们 或者你的朋友们问你 为什么减肥失败了 你都把责任推给我好吧 你说都是这个博主 他吃太香了 每次在减肥的时候 都给我看这些好吃东西 所以说我减肥失败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拍的太诱容了 以后就这样说好了 没关系的 都怪我 它这个蒜味怎么这么浓 万一我现在嗨一口气 远在视频外的你 都能闻到这一股蒜香味 你摸一下 闻到了吗 真的好浓厚 这个蒜香味 甚至都有一股蒜香生蚝的味道 包括它这个卤到其实也是咸的 这个面包的整体口感 是有点像碱水包的一样 是非常韧性 你几乎不可能牙齿 顺利把它给贴成两半 你们知道吗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刀 并不是把东西切断 它只是把东西给给挤成两半 我之前看这部片还是什么东西看到的 包括我们牙齿也是 并不是把它切断 只是把它挤成两半而已 还要再吃一个这个雪绒芝士 就是葡萄的 你们先看我不看了 我给你们先看 我不知道里面咋怎么样 好看吗 这是我能想象的样子 这是我觉得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样子 它的饼底是这样的 就是有点像坚果饼底 很简秘还是一个完整的半熟知识 你知道甜品中的东西 它就是得细胶蔓延 才能品出它其中的奥妙和美味 你知道吧 我们以后吃甜品一定要细胶蔓延 知道吧 非常绵密的口感 一口吃进去房屋 就像一个多入葡萄的小人 在你的学街上跳芭蕾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然后剩下这些呢 我就准备打包回家了 感谢各位喜欢这里 然后也希望大家给你小张多多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打额打帅都是知识委员 拜拜 拜拜